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当下经济危机已经发生了吗 有人认为已经发生了 有人认为还没有发生 这个东西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官方说法 因为经济危机这个概念是比较难界定的 那今天我就来说说我的观点 我个人更倾向于经济危机已经发生了 或者说至少是序幕已经拉开了 我的判断标准是 一般来说 当有大量的人员失业的时候 可以认为是发生了经济危机 那很明显 现在失业率是非常之高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迹象来帮我们判断 今天就跟大家说几个 经济危机在生活当中的表现 表现一 女服务员的颜值增加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服务业 女性从业者不但比原来增加了很多 而且颜值也越来越高了 这很明显的意味着经济存在下行 反之则表示经济繁荣 因为经济繁荣时 颜值较高的女性 更容易找到环境舒适 压力较小的工作 甚至有很多高颜值的女性 不需要出去工作 而经济不景气 甚至是经济危机期间 她们也不得不从事一些 相对低端的职业 另外 服务行业从业者的素质指数提高了 这也能说明经济不景气 比如说你乘坐出租车的时候 很容易碰到谈吐文雅 见识不俗的司机 那么说明经济已经陷入或者正在进行衰退 因为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都出去开出租车了 说明其本来从事的行业出现了问题 或者遭遇裁员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第二 身边断供的人越来越多了 如果你感觉到身边断供的人越来越多 那其实经济已经很不好了 举个例子 我的一个朋友在深圳生活了十几年 最终在贫山新区买了一套价值300万的房子 月供1.2万 然而在今年2月份 她失业了 被迫断供 房子被查封 而她仍然背负着206万的贷款 迄今为止只还了30万 其中26万为利息 断供半年后 她被银行起诉 并被法院查封了账户 每一笔进账都被罚掉 她还背上了多达10万的违约金 律师诉讼费等 而最近法院通知她 房子即将被拍卖 评估价仅为252万 起拍价只有评估价的七成 只有176万 如果以该起拍价被别人买下的话 她不仅会失去房子和首付 还要欠银行30多万 这多惨呢 相信大家呢 最近也在银行上看到了很多断供潮的新闻 以前真的不是这样 现在寒冬确实来了 第三 中小企业税务成本上升 中小企业 尤其是地方上的小企业 税务其实是挺混乱的 地方税务很清楚这个情况 但过去有土地财政顶着 所以走的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路线 但现在不行了 事业编五个月发不出工资 财政没有余粮了 没有钱的时候呢 搞钱成了第一要务 于是税务局开始出动 街边商铺效益好的地方 每个铺子出个大几百块钱 效益不好的地方 每个铺子呢 出小几百块钱 营业额够上百万规模的企业 税务局直接过来把账目给爆走 目的不是为了查 只是为了下 等你忐忑一段时间之后 税务局呢就跑过来跟你商量 你出点钱一死一下 这个账呢就这么算了 税务这个东西 没几个企业经得住茶 特别对于小地方靠着代理记账的小企业来讲 更是如此 看似企业没得选 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 这些被查账的企业 有效益好的 那钱交了也就交了 但很多是亏损的企业也没什么钱 第四老百姓当中的民粹主义抬头 经济下行 老百姓的民粹主义就会抬头 由于经济危机初期开始出现失业等现象 社会上聚集了大量的闲散人员 经济窘迫让这些人心生不满 他们会对其他人不满 会对社会不满 对国家不满 进而对全世界都不满 而生活在困苦状态呢 也会让国民增加冒险情绪 所以很多人都开始支持发动战争 甚至去网上发表一些战争言论 比如你去网上随便看网友的发言 他们扬言 今天打这个 明天灭这个 后天收服全世界 真的是太让人无语了 好了 以上就是经济危机的四种表现 或者说经济下行的四个现象吧 你们认同吗 你们看到了别的现象吗 欢迎一起来讨论 我是泡泡 拜拜